欢迎听众朋友回来收听 《贪情说爱》 刚刚猫野娜娜小姐讲到这个 女生如果要开桃花的话 其实可以 也是把你的耳朵张开 愿意跟人家聊两句 那也不要给人家太多的judgment 不要给她太多的评价 只要你开始释放善意 很可能你的桃花就会开了 那娜娜刚刚讲到这句话 我真的觉得挺有道理的 因为以前在那个 我之前前前公司里有一个女生 她就是靠这样子的方法 追到她的老公 真的哦 对 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位男性呢 他其实在办公室里 本来喜欢另外一个女生 是 那可是后来他跟那个女生之间 感情发生一些变化 就造成这个男生很大的痛苦 是 那后来呢 这个男生就每天晚上十点 打电话给我 然后开始就绕着弯子 要讲她的恋情 可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公司的人 她就讲得模模糊糊的 我明明就知道是谁 可是她都绕着弯子讲 然后一讲就很久 那你不会觉得她很烦吗 对 我就觉得她很烦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我会觉得说 愿意听我那一堆屁话的人 真是了不起 你知道吗 可是我那时候 其实是没有什么耐性 去听那个男生跟我讲 虽然我们也是好朋友 可是她每天都在repeat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是规定自己 每天十点到十一点 要念一个小时的英文 哦 所以她打扰到你了 她每次打电话 就把我的那个读书计划给打扰 是 所以再听了一个月 同样的内容 也可以听一个月 我觉得你好了不起哦 以前我真的很善良 所以我就把我的电话拔掉了 可是我把我的电话拔掉以后 却造就了另外一个姻缘 所以呢 那个时候本来我是抓她鞋后方 是 听说她后来就开始打电话 给她后方的那个女生 是 那那个女生其实 外表看起来是冷冷的 那好像也没交过男朋友 然后就是一个冷冷的女生 但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然后去那个女生的室友告诉我 从此以后 那个男生就天天打电话给她 反正 然后抱怨完了 就就开始谈情说 他们后来 就两年后就结婚了 那我觉得 其实娜娜讲的很对 有的时候 给自己开桃花的方法 也不用很明确 就是说 你愿意对人家释放一点善意 然后愿意展开交流 对 它也许就是开桃花的一个方式 而且我这样会有点很好笑 我想到一下 会不会 其实那男生本来是要追艾思杰啊 因为他一直打给你啊 哦 我是没这么想过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拙劣的 拙劣的追求技巧 就是 我打电话跟你诉苦 事实上只是想听你的声音 可是 其实这样子 如果你是用这种方法追女生 就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我觉得可能要看扑梗扑的 会不会太久吧 因为假设说我明明知道 你在为另外一个人 去感情困扰 我基本上心里并不会觉得 你对我是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这样 除非我对你也有意思 那我可能会趁虚而入 了解 否则我就是 所以你的前同事就是 刚好一个 一个狼友情 一个妹友谊就对了 对 就是后来那一对 可能那个女生 她那个时候也是属于 情感的空窗期 对她可能有所交流 她们有所交流 也许她是解 你的反应就是 嗯嗯 好啦你不要这样想 就是你可能是很很 而且我还会乱出主意 没有 所以完全没看 没有打到点上 我完全 我对于你刚刚那种说法 我是 没有这么想过啦 我是没有那么想过 可是我觉得以女生来说 如果我听一个男生一直在 在诉说他对另外一个 女生的情谊的话 以女性来说 并不会觉得说 这个男性对我有意思 然后只会觉得说 你把我当成一个好朋友 在看待 也可能是因为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我在对我的疗愈系的男性 在讲我跟其他的恋人 发生的那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是没有把 疗愈系的男性 那位当成我potential的对象 所以就当时真的没有那么想 可是其实我觉得你 那个点很不错 就是如果说现在很多女生 想要开桃花的话 愿意释放出善意跟人家沟通 其实是很基本的起步 对啊 而且其实你知道 我疗愈系女生或男生 最杀的一点 有的时候就是 当别人跟你说 某某人都这样对我 你一定要回答他 怎么会这样 是我就不会这样对你 真的好杀 对啊 是我就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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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疗愈效果 马上就出来了 我男朋友都不陪我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舍得这样对你 是我就马上带你出国玩 OK 对那个就会很傻 我最近在网络上 也看到两句话 就我放到那个 Facebook上 很快的时间 就有一大堆人在那边点赞 我写 我放的是第一个 你要判断一个人 是不是真心爱你 要看他呢 他是在开心的时候想到你 而不是在痛苦的时候想到你 不是在悲伤的时候想到你 是 就是他连开心的时候都想到你 没错 可是他不是在悲伤的时候想到你 没错没错 所以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自己心里也觉得很惭愧 就是真的我年轻的时候 好像就是在悲伤的时候 才会想到疗愈系男人 对 对那显然我那个时候可能 真的就是没有在爱他 对 但是 我觉得男生其实可能感觉得出来吧 maybe 对啊 那可是 我爱的人 的确我在开心的时候 会在想说 哎 好可惜哦 今天那么开心 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看到那么棒的电影 为什么不能跟你分享 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你分享 是 好 所以这是我po的第一句 然后第二句我是说 你要看一个人是不是在乎你 嗯 那只要看他说 他有没有记得你讲过的话 他有没有把你讲的话放在心上 了解 而且我把这两句话放在Facebook上 结果一大堆人按赞 然后还有人说 啊 你集中了我的心 哈哈 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其实是耶 因为其实如果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它也不是单向的 就是 就是 也许你希望对方会 把你的话讲到 放在心上 可是你自己如果也能够 把对方的话放在心上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的伴侣才会越来越好啊 因为两个人都可能 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磨合嘛 嗯 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期说 完全发生一个就是想象中 都那么好的 等那种就是符合完全的标准 那可是你可以透过 也许是磨合相处 然后是要有互动跟交流的 我觉得才能够越来越好 我 我很喜欢一个作家 就是他还写了很多爱情的东西 他叫刘梨儿 是 我也喜欢他 我非常的喜欢他 李二姐 李二姐 他曾经写过一个日本的谚语 叫做还能吵架 是花 就是日文啦 就是说 夫妻之间如果你最后 还有交流 还有交流 还能吵架 是 那个就像花一样的棒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 哇好感伤哦 对 夫妻其实很多到后面就是 很习惯了 很熟悉了 而且就懒得讲了 这句话美丽的非常感伤 我觉得 美丽的很感伤 对啊 还能吵架是花 花也 就是我还在乎你 所以我才想跟你吵架 我们才能够绽放一些东西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们还愿意fight 因为我们还想谋合 是是是 可是如果 谋合 对 但是如果说我根本 不care 对 刚刚娜娜在休息间也跟我说 其实有很多女性结婚以后 就比较在乎的 不是这个老公 本身的存在 只是在乎说 用加价值 钱带回来 对 这种人真的也是很多 对 对 所以这种太太一定不会跟她老公吵架的 除非她没有把钱拿回来 对 可能是这样吧 他们的花可能开的品种跟我们不太一样 嗯 可是如果是因为我对你还是有所不满 然后 所以我想跟你吵架 那可能是对 我还在意你啊 我还对对方有所期待 所以其实在情人的世界里偶尔吵吵架 好像也算是一种沟通的方式 一种养分吧 我觉得其实要看吵架到底有没有 建设性 对 或者是情绪 就是情绪有没有太过于 因为有些人吵架他可能太过于执着在情绪的发泄上面 或者是为了吵而吵 或者开始很像国文老师开始纠正对方讲的那个 一些细节之类 我觉得那个就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好的 好的那个沟通方式 而且其实像 然后这个我就可以分享到是说 我之前有在书上看过 就是其实女生 女生的对声音很敏感 然后女生对声音很敏感的情况之下 如果对方跟他讲话太 跟女生讲话太大声 太大声 女生会不爽 当然啊 当然啊 可是其实对方可能没有恶意 因为像譬如说我跟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他是一个A型金牛座 就是一个很 可是他又是 就是他虽然是仕途 就是我们从心二倾座讲是一个土相的人 可是他的个性跟感觉是一个很火星的 就是很战士型的一种一种男生 你那种急性子 然后又是军人出身的 所以他有的时候一急的时候就会讲话非常大声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会误以为他心情不好 或者他不爽你 或者他是不高兴 然后我都会跟他讲 你不要那么大声 嗯哼 因为我一开始会为了这种事情跟他生气 就是 我好好的跟你讲话 你干嘛凶我 可是他完全没有 没有恶意 他可能就是觉得说 哎我现在真的可能在开车 我电话不能讲警察在喵了 他就可能啊就挂掉 可是那个当下我就会生气 那我还为了 我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为了这种就是 沟通技巧上的事情还被气哭过 嗯哼 就是我今天已经很不高兴 或者是说 你还凶我 我已经很放软 放软姿态跟你来谈东西 觉得你还凶我 可是事后才发现 其实他不见得是故意的 那只是他们讲话的模式 是这个样子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哦 在造人的时候 很微妙 对他怎么不造的像一点 互相了解 把那个说明书写清楚一点 这个也造成人类非常多的痛苦 真的 所以后来我如果我跟他之间假设 因为假设 我就有跟他解释说 我说其实 我觉得当你声音很大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你不高兴 你在凶我 那 所以其实 如果我今天要跟你谈事情的话 请你不要那么大声 因为我会觉得情绪会上来 所以也许他的大声 只是他一下子 他很急 很急 他很急的做反应 然后 然后反正 所以后来只要 我跟他说 你不要那么大声 他就会补充一句 我没有生气 OK 然后就会 那个气氛就会 马上就是会 会下来一点 所以男女之间 也应该要透过相处 互相了解 然后慢慢归纳出 彼此可以 继续互动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 我还去看了很多 那种行为心理学的书 你为了这个去看 行为心理学哦 当然也是因为说 自己在写这一块的东西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 诶 我们 因为老实说 这个东西其实 写两性的关系 大家都有各自的经验 都有各自的朋友圈 我觉得你如何写得跟人家 可能不一样吧 我个人很喜欢做功课 而且我觉得人真的很有意思 然后所以后来 我就会去看了很多 行为心理学的书 大家可以归纳 就是理解说 哦原来男生女生的差异 真的正在那里 那可能不进 可能因为 因为写这种书 通常都是国外的研究学者 那男生 他们国外的那个研究里面 男生可能会再更奔放一点 或者说女生的一些 标准之类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看了还蛮有用 就是你大家了解 雄性生物的原型 就是长那样 他们的优势 劣势 然后雌性生物的原型 就是长这样 那 其实还蛮有助沟通的 OK 下次那个 Nana在我们节目呢 多谈谈这个部分 那就让不爱看书的朋友 也可以从广播中 那我好多书可以分享 对 分享给大家 那相信对大家的爱情生活 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王眼娜娜小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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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